欸沒有我發現大家來這邊買東西啊 可能比較小心 就是最好 真的就是如果有看到喜歡 你可以先多逛幾家比比看 對 然後有那種價格透明的是最好的 最好是等全部你逛完 你知道大概的價格 你全部逛完 你怎麼走都不動一千 大家好我是布奇的月的Steven 他是謝亞 現在我仍然跟謝亞呢來到了永登普站 今天這集影片要有謝亞帶路 因為 先謝亞要來的目的 他是聽說永登普下面有一個不輸 加拿高速Terminal的地下街 叫做永登普地下街 怎麼樣 你是說他看起來很大還是什麼 聽說他也是價格不輸 告訴我Terminal 對對對 那既然來到韓國嘛 當然要實現女生的願望 要逛遍首爾的整個地下街 所以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們就要由謝亞帶路 來帶各位姐妹們去逛逛永登普地下街 來看看是不是跟傳送中的江南高速Terminal 一樣好逛喔 那現在就跟我一起出發吧 大家看喔 永登普地下街呢 就是在樂天百貨公司出來這一條呢 你看他寫著 往湯斯圈那方向去 他這個一下面的連接到的 全部都是永登普地下街喔 感覺起來非常非常大 而且今天人很多 謝亞已經走在前面 等不及要進去逛了 他這邊給我的感覺 跟高速80Terminal很像 你看 都是一萬塊一萬塊一萬塊 上衣啊 然後甚至有些比較薄的這種 才五千塊錢 你看 整體感覺起來我覺得好像 跟高速80Terminal比起來 甚至有更便宜的趨勢喔 你去逛一下這一區喔 這件衣服 怎麼樣 跟我的一模一樣 牌子也一樣 靠 謝亞找到之前他在那個 宏大的買的 宏大的一家店裡面買的 宏大的賣多少 一萬九千九 然後這邊大家給大家看 這邊賣一萬塊 欸你要不要乾脆再把其他顏色給買了 我有錢給你 他這有兩 他總共四色啊 我目前看到就黑色白色 就我身上這件 對 然後粉色跟藍色 怎樣要包色嗎 平衡下損失有沒有 看跟高速80Terminal的價錢一樣 對啊 他這邊的價錢真的跟高速80Terminal的價格一樣 差不多 然後或者是 再便宜一點點 或者是款式再多一點 因為高速80Terminal那邊其實也很多款式都是幾乎都大種小異 對 雖然說這邊也會有一些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們好像有那種 比較沒看過的 大家有沒有覺得他眼睛四處飄移 因為旁邊全部都是衣服店 他想要繼續逛 你看這裡更多然後更便宜了 你說跟高速80Terminal比起來嗎 因為高速80啊 大概是一萬二一萬五這樣吧 對 當然也有一萬塊 但是這裡比較多都是一萬塊 甚至不到一萬塊 我們去看看他的外套 這邊賣多少 欸 這中國的耶 沒寫啊 他寫朝鮮 是一場啊 中國的啊 不是啦我是說多少錢沒寫啊 靠腰 因為他們這邊其實有些大一是中國來的 但是應該就會比較便宜啊 你看像這件 六萬五 對 他剛剛那個中國的那個 把那個標籤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件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他這個是中文耶 山東之一一場 對啊 長度 很多外套 這邊的外套有比較便宜嗎 大概 有六萬九有得到八萬九的 你可以看一下 大一大概八萬九 真的嗎 像這件咧 這件的話 高速80Terminal大概是賣 他有寫在上面是不是 這個有啊 哦八萬九 這件 在高速80Terminal應該是賣大概七萬九 左右吧 甚至六萬九應該就會有 所以可能還是看店鋪齁 不是說每間店都比較便宜 哦這樣四萬九耶 跟高速80Terminal一樣 他這是女生的 對啊 欸不過他摸起來也蠻厚的 這樣子四萬九我覺得也非常便宜 你看 像這邊隨便走啊 他衣服幾乎都是不要讓你 一萬五 所以 基本上西亞看到這種店 他就很喜歡繼續挖寶 看有沒有那種便宜又好看的衣服 像他這邊的毛衣都是一萬塊 對啊 那是都 款式其實都是大家 蠻常看到的那些 你看 對不對 就是在高速80Terminal也會看得到 這個在高速80Terminal好像要一萬二左右吧 然後在民洞地下街是一萬塊 哇靠 西亞快把整個所有的地下街給逛便了 快變專家了 對 不過他這裡啊 也有賣一些男生的衣服 欸這邊男生衣服會比較多 對 覺得男生來這邊才會吃他們的衣服 對 然後就是你看 像除了衣服之外呢 這邊好像有鞋子 對啊 至於鞋子的價格就不知道 會不會跟巴士Terminal有價值 其實高速巴士那邊 我們沒有問過鞋子的價錢 大概都是 大概兩萬三萬 差不多一兩萬 這個價格 他這裡有寫價錢嗎 他寫價錢嗎 他寫China 對 Made in China 實際上他這邊很多東西 我相信應該都是從中國來 像剛剛有一件衣服 他直接就是 山東 他寫山東製衣場 那可能我們可以反而去查一下 淘寶的那些 這樣的話 他衣服是多少錢 不過這個不知道他賣多少錢 你要我必問啊 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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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萬塊 3萬塊 喔 剛剛我們問的那個鞋子啊 那個社長店長說 那邊全部都是3萬塊 那你覺得這樣鞋子 跟台灣比比較便宜 3萬塊是 是 7.5 有點貴 我覺得3萬塊有點太貴 我覺得他是不一樣的高價錢 喔真的喔 對 還是有點好奇 為什麼沒有問他 可是剩下你夠賣的嗎 一個 一個 對 3萬塊 你喜歡那種鞋子 不是我只很好奇 因為那邊的話 等一下我出去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剛剛那個鞋子那個型 是他們這邊最常見的 那大概就多少 所以我才抓那雙問啊 他說3萬5千塊 嗯 正常 將近八百多塊 對啊 好像感覺跟之前比有點貴 他之前那邊一雙的話 大概是1萬5到2萬塊 是喔 對 我這邊有一些鞋子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 一樣的鞋子 是7萬5嗎 沒有1萬5 對這1萬 他不是跟剛剛前面的1萬 這個跟剛剛那個一樣 然後他爆是2萬5 有今天爆3萬5 這邊爆1萬5 我就說隨時要看店家的 欸沒有我發現大家來這邊買東西啊 可能要比較小心 就是最好 真的就是如果有看到喜歡 你可以先多逛幾家比比看 對 然後有那種價格透明的 是最好的 最好是等全部你賣完了 你知道大概有價格 你全部賣完了 你可能走到不用1千 我說可是至少你要大概賣個幾千 你要比一下價格 對 但我覺得感覺好像來這邊 尤其像你外國人 其實還蠻容易被騙的 他這裡賣很多男生的衣服欸 他這邊賣男生的衣服 比高速巴士特別多太多 對啊 多超級多 而且都不會喝到很貴 他寫這個8千到1萬 喔這種是蠻便宜的 你看旁邊他有賣很多他們那種上班族穿的那種長大衣 有帽T啊什麼的 這樣子8千到1萬的確是蠻便宜的 可以射大衣喔 可不可以多1萬塊嗎 有太可能吧 可是他這個看起來我覺得材質不太好 比較薄一點的感覺 對啊沒有而且感覺材質好像不太好 然後我剛剛看到一件 是這個 喔這個我覺得可以喔 這個有2萬塊我覺得可以 它這裡好多大衣喔 都7萬9 這個7萬9 對啊 我剛剛看一件旗穿球 這一件 然後它這邊跟高速巴士特命龍一樣 也是有些包可以買 你看這邊有非常多 對啊 然後它這邊有密碼標價 像這邊全部都是1萬2 而且不然像這個我覺得其實也還不錯 這樣1萬2 那1萬2感覺到還蠻便宜的 因為我們是從3號出口一直往下走 那我發現好像就是前面的會比較稍微年輕一點 那後面呢 就會稍微都是年紀比較偏大一點 對因為我們現在走到基本上應該算是鏡頭 然後鏡頭呢就是成一個圓形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鏡頭圓形這邊呢很明顯啊 它這邊賣的都是年紀比較偏大 對稍微大一點的 這讓我後來發現它這邊啊 其實好像就是年紀大的 跟男生的會比高速巴士特命龍多非常多 對但是你說年輕的女生其實也有 就是比較前面一點那邊 好幾家都是蠻多衣服 然後都還蠻便宜的 然後它這個地下間呢 跟高速巴士特命龍比起來 是它這邊的連鎖的化妝品店比較多看 再從入口出走進來呢 它有一整排都是那個連鎖化妝品店 大概三四家 然後E2House呢在比較裡面 所以跑到永登坡地下街這邊呢 來逛化妝品的話也是非常的方便喔 我們現在已經把整個永登坡地下街逛了 你覺得咧 我覺得其實還是可以逛的耶 而且這邊女生的衣服 雖然說年輕的沒有到很多 但是也是蠻便宜的 對就是我不懂啦 我現在那個購物方面沒有西亞牆 它已經逛過太多地下街 就是我在我旁人男生看起來 它其實還是蠻多衣服都還蠻便宜 它都是不要一萬塊一萬塊 但是實際逛起來你會覺得 就是這邊跟高速巴士特別多比 我覺得高速巴士那邊 他們的重複性會更高 對 這邊的重複性沒有到那麼高 但是沒有那麼多啦 就還是高速巴士特別會更好逛一點 對但是這邊的價錢可能再稍微低一點點 會比高速巴士那邊還便宜 呃 便宜個一兩千吧 喔那還蠻多的 這邊跟民棟地下街有一點點像 大概都是一萬左右 不過我發現啊這邊呢就是 它好像男生跟老人的比較多 欸對就是年紀大的跟男生的衣服也都蠻多 所以男生來這邊應該是蠻好逛的 所以呢看起來有那麼地下街呢 好像想要範圍晉升成首爾最好買的地方 看起來還有帶努力對吧 我們下次再去挑戰另外一個更好逛的地下街 但是它更遠 好啦我大概知道是哪個地下街 好那今天這幾片就是這樣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們訂閱按讚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訂閱跟留言對我們講就是木馬的支持跟動力 那今天這幾片就這樣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我們下集再見囉 我們下集再見囉